昨天是Angele Bobby的生日 基本上半个娱乐圈都送来了祝福 比如杨逆 比利 热发等当红流量 都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祝杨颖声快 而素有时尚圈教母的苏芒 更是在第一时间更新了个人动态 PO出了其在巴黎为baby庆生的场景照片 苏芒在国中说 生日快乐 我们的baby和Lucy 难得的巴黎给你们一起过生日 忠实的小明哥又来陪过 明天每每搭拍起来 看到照片后 才知道 原来黄晓明也飞来了巴黎 和大家一起为baby庆祝生日 确实 送什么礼物也不如老公暖心的亲自飞来 相信baby这一刻是很幸福的吧 但是再往后看照片 不由得对苏芒同学还是有些 姑且说是疑问 在这张照片中 苏芒 黄晓明 baby三个人并排坐 但是借个时尚大教母女士这坐姿 有些让人够病啊 这都压哪儿去了 这动作也太沉重了 在这张照片中看得更是明显 baby和黄晓明这对正版夫妻看上去都慕有苏芒和黄晓明离得近 总之看了这张照片后 小编觉得苏芒女士和黄晓明更像老夫老妻一些 话说苏芒女士和男士的合影 一般都是很注意礼仪和分寸的OK 比如下面这张和宋仲基的合影 时尚苏就保持了既不过分亲密又不过分疏远的距离 而和国外男士合影更是如此 时尚苏教主自然而然有着让人挑不出毛病的礼仪姿态 而苏芒与男士晚闭的合影还是不少的 这表现了苏芒与男士的熟悉度和亲密 但也不算过分 再看苏芒和同大为合影 尽管出现了晚闭 但是也没有力压仰 再看和陆寒的合影 也是大胆的用自己的老颜值 衬托出了小鲜肉的鲜嫩 而下面这张照片 苏芒肩搂旁边的男士可谓算是笔时最大的动作了 表现了苏芒女士犀利的社交功力 但也没有出现和baby黄晓明合影时的力压 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合影 苏芒与黄先生的距离确实有点近了 当时人的想法不知道如何 但作为一名粉丝 个人还是很够病的 不知道今天过生日的baby看到这组照片后会不会不开心 但回过头来一想 应该也不至于 因为同时缺内人 大家都知道苏芒女士的为人 汤凯大方时尚多姿 相信baby不会介怀的是不是